柳妍不被男明星尊重 是否也是因为她自己不自爱 模糊上有个高赞回答 婚礼上为什么不认更美的王欧 因为他们心里认为柳妍更廉价 2017年柳妍在走红毯时 脚边突然掉落了一个 当时红毯上只有柳妍和一位同心的男嘉宾 但大家都觉得这是柳妍掉落的东西 毕竟炒作是性感女性的强项 而柳妍也的确发生过各种幺蛾子的事情 把自己送上热搜衣榜 从2011年开始 柳妍好像突然丧失了好好走路的技能 她坚持在画壁的手印里上险些摔倒 被包贝尔熊抱 夺了当日大半的杂志版面 2012年主持金英奖表演擅自舞室 又摔了个狗吃屎 当天柳妍穿的是低胸装 这一胶摔得是相当相艳 而那一年金英节 柳妍本来是和依依 谭威 肃昆四位美女主持一同表演歌舞秀 结果这一摔 直接让其他三位沦为了配角 整场表演只记住了柳妍的春光 或许是品汤到了摔带来的甜头 那一年还没过完 只是这次媒体好像看穿了柳妍的小九九 毫不手软地在报道上讽刺柳妍 假意捂胸口 但从手的位置上看 根本没有想防走光的意思 之后柳妍每年都会奉献几场 美艳的摔跤场面 但谁会想到 2016年宣传电影《煎饼侠》时 柳妍为了配合情景设定 竟然跪下抱住了大鹏的大腿 而其他女艺人只是象征性的摸摸大鹏的脸 对比其他女星 柳妍的确豁得出去 更让人意外的是 女人在出道多年后 依然会为人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事